各位大家好 文章标题 玛丽修女 修女是天主教 东正教 圣公会以及信义中的女性修行人员 通常虚发三院 即神凭、真解、服从 从事祈祷和协助神父进行传教 在中国修女有时称为木木 德雷莎修女是知名修女之一 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 文章的内容 玛丽修女 李嘉童说的故事 让我正照心来说说看 李嘉童他说 老杜是我电机系的同学 他一直和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念书都是应付考试的 老杜却不同 他随便念一下就可以应付考试 所以他念书永远念得非常彻底 我们选课的时候总是选容易的 他却不然 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到数学系去选课 而且他也将电池学念得非常好 远远比我们念得好 老杜毕业以后 进了一家小公司做事 当时大家都热衷数位线路 只有他一个人做的是类比线路 我们都觉得他有点脑筋不清楚 没有想到的是 多媒体电脑来临以后 他练好的功夫大为有用 全国会设计类比电路的人非常少 他也自己开了公司 公司的股票一涨再涨 老杜的身价也一涨再涨 我们都非常羡慕老杜 总觉得老杜为什么如此聪明 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这么好 可是我们大家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老杜不是那种 以赚钱为一目的的人 不论他赚多少钱 他不会因为他赚了这么多钱 就心满意足了 过一阵子 老杜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了 他常常出国 但出国不是在于推广公司的业务 而是为了追求一些精神上的满足 他常到各种进修的地方去 照他讲 他到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地方 也常常听到有名的宗教领袖讲道 可是他一直对这些讲道不太满意 他常常觉得这些高枕讲的道 不是听不懂 就是了无心意 老杜所想要的是 生命究竟有何意义 我们这学奠基的人当然帮不上忙 他老杜花了好多钱去探索生命的意义 也常以静坐的方式去悟出生命的意义 服务社就在那时候他认识张小姐 也有些来往 虽然我们不能说张小姐是老杜的女朋友 但是人人都知道老杜非常心仪张小姐的 大学毕业以后 老杜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 张小姐决定去做天主教修女了 她参加着组织专门替原住民服务 老杜虽然有失落感 当然也很佩服她 张小女发终身大怨的时候 老杜曾经去观理 她站得远远的观看了全部的仪式 事后就永远不再提张小姐了 毕竟人家已经是修女了 这次老杜告诉我 她终于找到了张小女 她在好远的山地村落替一群小孩子服务 这些小孩子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 张修宇在照顾他们 老杜说 这二十年来张修宇 从未离开过那山地小村庄 她一定会告诉她生命的意义何在 我同意她的看法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老杜要告诉我这件事 原来老杜想去看她 但不敢一个人去 她要我陪她一起去 替她壮胆 老杜已经四十几岁的人呢 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孩子 也难怪她 谁敢去找一位修宇呢 我们两个人开了车 终于找到了张修宇工作的地方 一进去 一面而来的就是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小孩 那里有好几位修宇 我们问了一阵子 找到了张修宇 张修宇看到我们 很和气地问我们来的墓地 我们说我们是来捐钱的 于是张修宇就带我们去她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 老杜再也安耐不住 她告诉张修宇她的名字 张修宇听到老杜的名字 大吃一惊 她说她完全没有想到 她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 她虽然在这二十年来 从没有见过老杜 却在报纸上常常看到这位 电子新贵的消息 她说她常常替她祈祷 但是她没有说她祈祷的意向 我猜这绝对和赚钱无关 张修宇却不是一个闲人 那些调皮的小孩子 不停地去告状 一个小女孩说 一个小男孩偷吃了她的饼干 张修宇给她一块新的 却引起一大堆小孩子 都来要饼干 一个小男孩摔了一跤 哭着来找张修宇 张修宇将她抱了一阵子 她才不哭了 就在这种纷纷扰扰的情况之下 老杜向张修宇说 她这几年来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一直搞不出所以然 她相信张修宇一定知道答案 张修宇的答案才真令我们大失所望 她说她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学问的修宇 对于神学知道的少之又少 如果硬要说明生命的意义 她可以去查书 但她相信书上的答案 老杜早就知道了 也不会使她满意的 她还调皮地问老杜 如果像她这么聪明的人 都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 谁能了解呢 就在张修宇和我们聊天的时候 另一位修宇来了 她暗示厨房在等她烧饭 我和老杜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饿得发昏 之前小朋友拿饼干的时候 我们两人也分到了一些 不过这实在不够 我们也知道附近没有什么饭店 要想吃饭 一定要随着张修宇去进厨房去 一进了厨房 张修宇就给了我们每人一件围裙 我们立刻想起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意义 要烧一顿饭给几十个人吃 尽管多数是小孩子 当然也不是义士 我们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帮忙 等到饭菜上桌 我们又被分派去不同的桌子 管小孩吃饭 因为这两桌的原来老师正好休假 这些小孩发现有客人来 纷纷发起人来风 有一个小孩 每一口饭都要老杜喂他 有一位修女来指责他 老杜却替他辩护 他一方面胃口齐家 一方面被这些小孩闹得快乐无比 吃完饭 我们两人以为可以休息了 没有想到张修宇命令我们带孩子去睡午觉 这些小孩子一点也不怕我们两个人 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这些孩子哄睡着了 张修宇在他的办公室里再度招待我们 也倒了茶给我们喝 老杜喝了茶以后向张修宇说 我现在懂得你为什么二十年来没有离开这工作了 你这样的生活的确是有意义的 修宇点点头他说 其实我从来就认不清楚生命的意义 但我知道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扮演着好母亲的角色 好多小孩子也因此有了母爱 任何人只要肯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 都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生命的意义也许难懂 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却不是难事 老杜点点头 他说在替那个撒娇小孩喂饭的时候 他觉得他活得好有意义 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他大概从此不想去研究了 他从此要过有意义的生活 张修宇说他知道老杜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一定能够领悟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 所以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 仅仅将他拖下水 让他常常帮助别人的快乐 果真老杜很快领悟了 我们要告辞的时候 张修宇找到了一盒伯爵红茶送给老杜 他说他记得老杜在大学时代 很想喝伯爵红茶 可是没有钱买来喝 当时他家比较有钱 有时还请他 可是现在他不能喝这种昂贵的红茶 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收入 喝不起这种奢侈品 他告诉老杜 自从毕业以来 他没有赚过一毛钱 老杜收了伯爵红茶 唾口而出 小云谢谢你 小云显然是张修宇的名字 张修宇只好告诉他 他早已不用这个名字了 在这里他是玛丽修宇 老杜发动车子以后 向车子外面的张修宇说 玛丽修宇再见 我会过有意义的生活的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 老杜在台北从此 一直照顾一批 家招变故的小孩子 我有一次看到老杜 带着一个小男孩去买夹克 我也曾经见到他 请几个小孩子吃饭 他最厉害的一点 是能教一些高职生电机 尽管他的事业非常成功 他从未停止这种工作 而我呢 我二十年前 在德兰中心开始做义工 我的教书生涯应该算是很顺利的 做到了大学校长 也得到了好多学术界 不易得到的奖项 但我总觉得我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我一直在帮助不幸的孩子们 我们两人都已是六十五岁 头发虽白 但人健在 玛丽修女却已在前些日子 离开了人世 去世之前 她一直在乡下一家 小医院接受治疗 有人建议她转诊到台北的大医院 她拒绝了 她说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大医院是奢侈品 她不愿意享受这种奢侈品 她去世之前也有一些令她记挂的事 都是有关孩子的事 某某孩子扁桃线发言 某某孩子手背开刀 有一个国中毕业的男孩子到台中去找工作 一直找不到 后来打电话来 她找到了随车送货的工作 修女听到了以后 安心的闭上眼睛 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我们当然都去参加了 玛丽修女的葬礼 弥撒开始 前面的座位是空着的 在合唱声中 一百多位玛丽修女照顾的孩子们 两个一排的走了进来 我从未听过如此好听的圣歌大合唱 当修女的棺木离开教堂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好大声的哭喊 玛丽修女不要走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的想起了玛丽修女所说的话 我不懂生命的意义 其实她是懂的 她知道生命的意义是无法用文字诠释的 她选了另一种方法来诠释她的想法 她将她的一生过得非常有意义 有意义的生活 应该是生命的意义最好的诠释了 以上文章标题 玛丽修女 李嘉童写着故事 我是郑兆星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